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今天是除夕 我們要圍爐了 新年一回之夜 新年一回之夜 大飛虛 大飛虛 恭喜你 大飛虛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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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條大飛虛 過了一個大年頭一天 還沒... 現在是除夕 對啊 除夕 除夕要上什麼歌啊 過了一個大年頭一天 初一要上來 我跟我 初一是 東東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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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過十年 過十年 你們都好會被百貨公司 會放出來的歌 對 這很洗腦耶 很洗腦啊 還有什麼小孩版 新年都有新歌 完全沒有耶 都是我們停留在小時候 今天呢 我們那個 就是樂 通常我們都會找藝人來PK做料理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火藥味不要那麼皺 因為我們營養師也已經下班去了 OK 已經... 已經回去過年了 所以今天陪我們圍爐了 就是我們幾位好朋友呢 我們還是要做菜 但是我們就不PK了 歡迎郭哥 謝謝 Yeah 志欣 大愷 還有李懿 Yeah 我想要問一下這幾位 因為都有來過我們節目 但是 郭哥是 有... 但是沒有來過做菜 做菜 做菜我是通常不露出痕跡的 不要做就要做大菜 真的 你平常會在家裡幫老婆嗎 不會 對 怎麼講大男人 對啊 過年是要做 不是大男人 是因為我不大會做菜 你大會做菜 除夕的話 郭哥家都玩一些有... 麻將 除夕就開始打啦 就剛好 這些除夕吃完團圓飯 我們家剛好四個人 我爸爸我媽媽我哥哥跟我 是 然後我們就打一桌麻將 一直打到要超過12點 爽 爽 爽爽 爽爽我爸 我們會做水餃 對 12點就一定要吃水餃 了解 要吃元寶 然後12點他就自己回去 放鞭炮 放兩串鞭炮 你炮竹 就在那陽台 在家裡放沖天炮 沒有啦 那個一排排跑 排跑 炮竹一三除就算 對 太棒了 穿滿乾坤福滿門 那爸爸很傳統的耶 對 很傳統 都要守這些灰燼 然後他一步一步來 然後我們就在家裡 就覺得很有過年那種感覺 很有很有 沒有因為今天我們那個中間 娛樂台等於是說大家大集合 來一起圍爐 那郭哥那個異世界的朋友 也在跟你打招呼 異世界的朋友 好不好 異世界的朋友 待會兒10點 11點的時候 我們也有特別節目 你還厲害 不好意思 特別節目 現在我們要準時收看 是 那智希咧 年輕人的話過年都要玩 做什麼 以前會回 家鄉 家鄉 你這樣回越南對不對 越南情人 感覺好像好遠 老家鄉 但是因為好人 我以前是雲林的 然後 以前是雲林 現在是雲林 現在因為 不是 現在是因為後來 家鄉的長輩都不太在了之後 就在 不太在 那時候到底在了 不在 就是不在了之後 就不會回雲林了 所以就都留在台北 然後留在台北 那種過年的年味就少很多 真的耶 對 而且台北的話 其實過年很好停車 都出道 狂我天哪也沒有人 以前都是回南部過年 對 有一次第一年在台北過年 嚇到我耶 沒有人 整個萬成空巷 全部都沒有人耶 你平常要排隊那種萬年 你都覺得那種 忠孝東路的巷子裡面 你永遠都找不到那停車位 你都不知道那車是從哪裡來 對 只有在過年那個時候 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那你會去停嗎 會 很爽 我覺得一個人停了兩三個 停兩個 然後你找不到人 你要不要 明明要右車還去停 這是一種feel 因為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就是可以停車 又不用排隊 去哪裡都OK 而且我以前不知道 還會打電話訂那個餐廳 然後餐廳都說 你直接來現場排就好了 對 然後我才知道講說 我有過年圓圓大家真的都不見 都很難 對啊 你已經哪裡人 台灣 你不是桃園人 我桃園 桃園人 可是我跟你講 我爺爺是四川人 所以我們家小時候 其實是在眷村 我爸爸是軍人 然後我們家小時候是眷村 對 然後眷村的過年氣氛 超級濃的 是不是也是要包什麼圓 水餃之類 對 要包水餃 然後你在外面的時候 就會那個鞭炮聲 然後就會一路下 就可能一直下 十七比落 對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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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對 我真的覺得以前過年好有氣 對 我們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都可以放鞭炮 現在什麼 我們那一大堆縣市都規定 現在有消防安全 不是 而且起來會太吵 對 而且你放鞭炮還會被檢舉 不過現在有環保鞭炮 其實也還不錯 是怎樣 APP點鞭炮 放起來 那個 會有那個聲音 哔哔哔哔哔哔哔 然後火也比較小 不是 我們就是要想說那種 噼哔哔哔哔哔哔 然後還要閃炮 對不對 以前還有那個水鴛鴦 對 對 對 還會這樣這樣子 對 然後被丟出來 以前我們把那個水鴛鴦 放在那個鍋蓋裡面 對 點完之後蹲到 你知道就覺得很棒 我們以前在眷村小朋友 多調皮 你知道因為眷村是有公廁所 對 你丟廁所對不對 我們就點完之後 就往廁所裡面丟 你知道嗎 超下流的 下流 然後剛好一個小朋友經過了 怎麼還沒 唯爐就吃滷肉飯 整個被燒焦 好噁喔 為什麼以前都好有黏味 現在都不知道 現在限制比較多 對 大凱那裡人 外星人 我是嘉義人 對 我會回伊里安那星球 你嘉義人 嘉義人 對啦 你家有獨棟 有什麼九層樓 九層樓套題 錯天錯 我小時候是住眷村的 騙人 真的啦 又在那邊假故事對不對 真的 這個故事是真的 真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 過年的時候就會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台北 對 我就回南部跟爸媽過年 然後也是像郭哥一樣 我們過年都會打麻將 那因為我們南部很 比較特別 南部很年輕 所以應該比較恐怖 對 中南部當然是 因為大家都返鄉了 然後我們南部打的麻將 跟台北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哪有不一樣 我們是不見字不見花的 台數比較少 我們剛剛要收起來就對了 不是 他們就算有花 沒有花 沒有 我們花都收起來 花都收起來 你們打13張的 對 還沒16張 我們都打16張 對啊 我們就是要有花的 對不對 花也有算台的那種 對 所以輸的會比較少嗎 過年大家都會打大一點 你沒差 你好想 沒有 我們打麻將是那種 門親平壺 要算這個對不對 對 要算這個 對 這樣 單張這樣子 雙龍爆 這個 一條龍 今天是麻將單元 今天是 麻將你們不太會玩 你們只會玩那個 戒指可以花一台 一個花再一台 槓上字幕一台 東風碰一台 你們只會玩這個對不對 我只會 我只會打APP麻將 以前麻將是真的要 真的 沒有啦 因為過年其實 大家親朋好友小玩家 OK啦 但要注意 對 但是要注意 真的不要坐太久 中間還是要起來動一動 很多人過年打麻將 打完之後 哇 整個都麻掉了 會啦 人家很容易喔 好 自衝都跑出來 所以呢 自衝跑出來那是你 好 我們這個時段 因為八點嘛 八點就是大家圍爐完了之後 大家就在想說 過年我們還可以變出 一些什麼菜色出來 沒錯 而且今年是金雞年喔 我們今天四位來賓就要幫我 各準備一道料理 沒問題 OK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準備好 好 我們就看看 四位來賓帶來什麼料理 首先郭哥你帶來什麼 我帶來的是 酸菜白肉鍋 這麼大喔 真的很大耶 但是其實大家平常吃的是 酸菜白肉鍋 我今天是帶來的是 酸菜蒜羊肉鍋 羊肉啊 對 因為 不是特別 其實跟酸菜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我有一天去一家餐廳 對 然後他們會做這個酸菜 那我就跟他談起來 我說我爸爸也是東北人 這個酸菜是我們東北的名菜 他說 對… 可是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都吃酸菜白肉鍋 對… 那我們家是吃酸菜蒜羊肉鍋 是 結果他馬上說 你是大戶人家 有錢人 我們是有錢人 對 原來吃酸菜白肉鍋是很寒酸的 對 原來我們家是 有錢人家這個肉 有錢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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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酸菜蒜羊肉鍋才是有錢 對 因為我爺爺奶奶在這個 黑龍江是 這個大地主 哇 哇 牛羊成群 哇 這是大地主 我們家只有大地主而已 所以差很多 所以說我這次呢 特別 待會兒做這個酸菜 蒜羊肉鍋 大家都覺得 算白肉就可以了 其實蒜羊肉更有味道 就更高級啦 對不對 那智希要帶來什麼料理呢 我要帶來的是 飯後的甜點 蛤 飯後的甜點 妳進入飯後甜點了 只吃到淨甜點喔 吃完這個之後 就想吃一點甜點 我帶的是 它原名叫做 紅豆抹茶年糕 對 但是我幫它取了一個名字叫 雞年糕糕飛 那為什麼不叫雞年飛高高呢 不是 因為剛好這裡有年糕啊 好香很秋耶 那叫雞年糕飛狗 雞年糕糕飛啊 雞年糕糕飛 然後就是紅豆抹茶跟年糕 了解 沒錯 小朋友最喜歡的 我滿期待大愷的 因為感覺 看他身材感覺就很會 我是會 我是在家裡會煮又會吃的 他會懂吃 他懂吃的喔 不然你以為他身材怎麼來的 對 羅馬不是 一天造成 來 太棒了 幹嘛 就珍珠 就珍珠丸子 妳一定要吃 妳不吃嗎 是喔 這個算是一個我的指定菜 我只要回南部 我就會跟我媽媽說 我一定要吃到這一道 我也其實 這樣想起來 我很久沒吃我媽做的那個 珍珠丸子 對 想家了對不對 真的有一點 等一下我就讓你們有家的感覺 真的 好 珍珠丸子 金玉良圓 那李懿妳幹嘛用走 妳要吃金玉良圓嗎 對 媽 我想吃金玉良圓 然後我媽就說 那妳 妳要不要順便吃一些蠟燭 好 李懿要做什麼料理咧 福福齡嗎 妳這樣還是一樣 我們兩個 我們從去的名字 哈囉 我這個看起來 妳這一看 妳就被人家拆穿 妳這個就是那個珍珠丸 妳那個就是藻子嗎 妳那個就是藻子嗎 不是 我這是紅藻 紅藻 然後裡面然後是 一個餡兒糯米餡 紅藻裡面包餡還滿特別的 對啊 我這也是功夫菜耶 可是紅藻裡面不是有和嗎 要把它合去掉 要聚合 要聚合 很好 感覺厲害 感覺智希跟李懿的 感覺比較像偏甜點 對 然後大愷跟郭哥就是主菜 我們主菜 對不對 好 那不然我們就李懿先來了 好不好 好 來喔 好 李懿要先幫我們上菜 是五福檸檬 妳要介紹什麼食材呢 我們的食材其實很簡單 有糯米粉 然後 然後桶枣 然後冰糖 桂花醬 泰白粉 這是基本的食材 對 那其他的抹茶粉 南瓜粉 這些呢是讓它漂亮 那個偏顏色用的 對 所以這些是你可以自己去選擇的 然後我今天選的是 南瓜植薯抹茶 和可可粉 這四樣 就真偏顏色就對了 對 好 怎麼做咧 好 我現在呢 要先把這個 糯米粉過篩 這樣要幹嘛 糯米粉過篩 我在做了 郭哥 他過篩 他過篩 他過篩的時候 他把比較粗的顆粒留著 郭哥會問這個 表示他真的不會做菜 對啊 我想說他 他粉下去 不是都漏光了嗎 就 那為什麼要過篩呢 不是 因為那個它有分 顆粒有分大小嘛 對 可以做完篩機混沌 它就變細細的 因為那個它有分 顆粒有分大小嘛 對 可以做完篩機混沌 對 它就變細細的 然後把這個嫩豆腐 就直接放進去 你那個放在那幹嘛 你豆腐為什麼不過篩 不用 再把這個孔頭 豆腐過篩就變 豆腐一樣 豆腐要跟這個 對啊 它把它捏碎了 所以你把嫩豆腐放進去 然後跟那個糯米粉一起 對 那你也把它捏碎了 那你剛剛就過篩 就把它先碎掉就好 什麼意思啊 他叫你嫩豆腐 在篩上去 篩上去 郭哥 壓下來 先講 好… 因為它會啼笑 但是它那個火象星座 對… 它給它爆蔥 不能打斷它 豆腐讓它沉死 你剛剛是在說 我有火象星座 不是 我是說你是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 欸 今天來的很多 都火象星座耶 都是火象星座耶 來 要自己抱一下星座 郭哥來幫我們看一下 2017年的運勢好不好 對 譬如說 哪一個星座人做菜 就會發火 不會 我不會酸這個 真的好 好 我最近是捏好的那個 糯米粉加豆腐 一下就捏好了 所以把它混好之後呢 成型了 我先捏一小坨 因為我要分五個顏色 了解 這個是原色 然後我今天先來 你們想要哪個顏色 紫色 紫薯 這是南瓜 這是抹茶 這是可口 紫色 好 那我就用紫色來代表 做一個 新年要紅到八指 沒錯 要紅到八指 等一下自然就可以紅到八指 所以你就把那個顏色 把它捏出來 對 它就是那種天然的紫薯粉 所以再加 這樣吃起來也滿健康的 OK 把它混一下 好 李懿現在把那個紫薯粉 把它捏到那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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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覺得這就是火象星座嗎 天女散花 怎麼樣 就是感覺旁邊會比較亂一點點 雜亂 因為沒有耐性嘛 就一直做 也不整理了 趕快做完為止 就是覺得 沒關係 趕快做完 對 三分鐘熱度 就是母羊中 哪有 所以你做菜應該也是屬於那種很隨性 不過很隨性 而且你不做那種很複雜的料理吧 盡量不要太複雜 對 因為你會整個爆炸 會不會 會覺得好久 做得到菜怎麼那麼久啊 沒有耐性 然後做完之後人家吃了也很隨性 對 就不念它了 可是我會洗碗喔 那不是應該的嗎 沒有 很多人不喜歡洗碗 我就是喜歡做菜不喜歡洗碗 我就是會的喔 對 好 你看紫色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美耶 沒錯 這樣子呢 我們先把它放在一邊 好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放在紅棗裡面的 蛤 把它夾在紅棗裡喔 對 要夾在紅棗裡 然後紅棗呢 我事先就給它泡水 泡軟之後 我今天挑的其實就是小紅棗 因為我常說 這是甜點嘛 家裡有小朋友 他可以一口就可以吃掉 對 如果太大夾到 一般的話 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喜氣 然後看起來比較豐盛 你可以挑那種 大的 超大的 對… 然後這樣子擺盤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空白 然後 把它中間切開 對 好危險 厲害喔 好危險喔 看它這樣切 嚇死了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看到小紅紙 不會 因為它不能切斷 是要把裡面的那個紙子挖出來 它把紙子拿出來就好了 對… 不得了 你這個手撕看起來好恐怖喔 其實我覺得挑盒 可以用小湯匙挑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好 對啊 可是我要先把它插中間切一倒 還是用嘴巴挑 真的 用嘴巴就把它整個吃掉了 我們真的不要對我那麼不放心 我們是擔心一下 你先不要管我們講話 你認真做菜好不好 對 很怕你分性 我們聊我們的 你可以自己做你的 好 可是我覺得它做這一道其實滿有創意 因為平常我們在家 如果過年的時候 你媽媽會拿出一些紅棗乾嗎 就直接叫你紅棗乾直接用吃的 你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裡面加一些別的東西 吃起來又有口感 對不對 李懿妳還好嗎 OK…我把它合調 這個去盒才是有功夫了 去盒囉 好 OK 插一個洞去盒 來 然後呢 我現在就是 把它捏成就是跟紅棗這樣 一口大小 紅棗多 因為小朋友 因為它是小的紅棗啊 因為它是小的紅棗啊 紅棗啊 如果你想要大的 我不好 就是這樣放在裡面 嗯… 把它塞進去 因為冰棠喔 感覺 包香啊 包香啊 它這個冰棠有什麼 什麼特殊 香啊… 香啊… 豆吊劑 香啊… 香啊… 這是香啊… 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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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紅棗啦 你看這個包起來是還滿可愛的 很可愛 然後到時候做起來就會有五個顏色 好 這個呢 我們可能它做完之後 你就放在碗裡 然後放在電鍋裡面嘛 外鍋放一杯水 還要一杯水 然後把它蒸熟 OK 對 蒸熟之後呢 要有醬汁嘛 我們就要來調醬汁 哇 這個要淋醬汁喔 要 要淋醬汁 很講究喔 我們就是… 它滿費工的耶 有水 水大概這樣子的半杯 然後和冰糖 然後你要把它放在鍋子裡面煮沸 喔 對 你煮沸之後呢 你加一點點太白粉水 太白粉也是用水 讓它有點勾勾的這樣 對 讓它勾勾的 然後之後呢 勾芡 勾芡的意思 對 勾芡 然後讓它有點甜味 然後最後我們再可以去買那個 桂花露 對 很香耶 有吃起來有一個桂花釀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娟真的很喜歡吃桂花 對… 然後桂花就可以整個拌在一起 然後最後就淋在我們的成品上面 然後就會變成 厲害耶 還不錯… 還不錯… 感覺是厲害的 就第一道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小甜點的那種感覺 好可愛喔 對 分食… 它是可愛 而且你看這個是小朋友可以吃的 是紫色的好了 好 來喔 黑色包什麼 黑色是什麼 黑色巧克力 它的準配是可可粉 巧克力 巧克力 滿好吃的耶 可以幫我來一個嗎 來 你要哪一個 南瓜 而且甜味可以自己去 吃巧克力的喔 謝謝 這小朋友會愛耶 對啊 而且好好吃喔 它其實… 對 正如果中間夾葡萄乾也是不錯 太小了 對啊 而且重點是它的巧思 就是它裡面夾了QQ的東西 它還有精進 好吃耶 好吃耶 雙重口感耶 對 這可以取代軟糖 而且吃得也健康 它這個甜味剛剛好耶 沒錯 好成功喔 厲害 好 成功喔 祝福公大圍爐快樂 怎麼了 還沒有… 還有分到還沒出來 我們剛剛吃完了 有沒有到甜 有點算甜食啦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要吃一個 鹹食好不好 好的 我們要換大凱來上菜囉 好 豬丸子 來囉 接下來是大凱師 要幫我們上菜要做的是 金玉糧圓 金玉糧圓需要準備什麼材料呢 豬腳肉200克 以及原糯米一杯 記得要找原糯米 不要找常糯米 因為常糯米吃起來 口感比較硬 了解 OK 然後碧茄六顆 增加口感很好吃 真的 蛋一顆 起絲 起絲絲 50克 起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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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絲絲有兩種 對 南瓜50克 對 OK 蔥少許 薑少許 香菜少許 泰白粉半匙 米酒一匙 醬油兩匙 鹽少許 胡椒少許 OK 感覺滿厲害的 其實只是備料比較麻煩 而且有香菜 對 香菜到時候提個香多好 對不對 好多人不愛吃香菜 你不愛吃嗎 我吃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不吃香菜 邰哥就不愛吃 邰哥就不愛吃 對 維銘哥也不愛吃 對 維銘哥上菜 還把香菜湊賣一頓 沒錯 他說種香菜的人 以後都要抓去槍斃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好不好 我們就先把豬腳肉丟進去 對不對 然後呢 記住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原糯米裡面 先讓它泡上水 因為等一下會比較好上 附著在那個珍珠丸子上面 OK 好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先讓它泡上水 然後呢 接下來很簡單 接下來呢 我們需要一些薑少許 我們先把薑切成末 這樣我自己本身就不愛吃薑 你不喜歡吃薑很好吃 對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我就是盡量讓它變成 完全都在看不到的情況之下 對 越看不到越好 對 然後就是完全就是在 取它的香味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薑如果放在肉裡面 它會去提那個肉的味道 會幫肉去一點腥味 而且你感冒的時候喝薑湯多好 對 薑很好的 但是就是有些人不喜歡 看到它的本人 像我就不喜歡 了解 把它藏起來就好啦 薑切成絲片會怎樣嗎 會怎樣 薑… 你講個新的嘛 好 那薑切成絲片會怎樣呢 薑… 錯 是薑… 薑… OK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丟進 我們的豬腳肉裡面 OK 然後等一下這個過程 我們要稍微抓煙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蔥末也需要 好 蔥段來一點點 對… 像我是清香料本人 我都不太喜歡的人 怎麼會 它切菜算厲害 你感覺很新耶 切菜算厲害 有做菜的來自 真的會做菜 我是有在家裡小做菜 沒有到大做 對… 但是就是不喜歡這些辛香料 可是我喜歡這個味道 就不喜歡看到它本人 假如你不喜歡看到它的話 就把它切小段一點 盡量看不到 一點不見為盡 薑切成絲 好 這個時候差不多切斷了 蔥也切成絲 好囉 然後接下來呢 香菜 香菜也是把它 開放在裡面 香菜是Ending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需要 蛋 加一點點水 唉唷 跟一點點米酒 米酒先下好不好 好 米酒先下 下壓一下那個豬肉的味道 對 唉唷厲害 拌一下 幫他按摩… 然後呢 這個按摩的動作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 拌一下嗎 幫他按摩… 然後呢 這個按摩的動作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你按摩的月酒呢 它那個豬肉會出一點點水 對 然後有水呢 它才會有兒子的那個木猫 對 有沒有 這樣子 過程就很好 如果你不要按壓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稍微甩一下肉 它筋性就會跑出來 對… 我們最後再甩 對 然後呢 蝙芹也是一樣 我喜歡蝙芹多一點 蝙芹多一點是不是 脆脆的 好… 來囉 五顆 以這個比例 算了啦 兩顆就好了 以這個比例五顆 又太重 三顆好不好 三顆 然後呢 這個蝙芹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把它切 不要切太細 你不喜歡 沒有… 蝙芹不能切太細 你不喜歡蝙芹喔 因為蝙芹我喜歡… 不是 蝙芹一定要有口感 你不能切太細 對… 所以蝙芹基本上是切成 像我們平常吃那種 三色蔬菜有沒有 對… 切成小塊的就好了 OK 像這樣就差不多了 蝙芹很厲害 對啊 可是真的有人不喜歡蝙芹耶 可是它又沒味道 有些人不知道這個東西叫蝙芹耶 真的 就說脆脆的那個 就說… 脆脆的菜頭 它去菜市場買 然後就說我要買 博奇有沒有 對… 對… 真的啦 只有你在買 有人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唸 對… 我是說真的 有人說會博奇 我是說這個菜名有人不知道 可是… 我今天幫它證明它叫博奇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你講錯了 這個菜名它的正確念法叫博奇 博奇嗎 二生的奇 二生的奇 不是是博奇 博奇嗎 然後接下來我們需要蛋白 蛋白 但是我們不要蛋黃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蛋白給瀝出來 OK 就是一個技術了 對… 厲害了 它只留在做菜耶 很完整的 以男生來說它還滿厲害的 好不好 那蛋黃我們可以留著做其他道菜 好不好 倒下去 太漂亮了 對 然後馬上我們來加一點點 太白粉 接下來全部的動作都是抓菸 太白粉大家就是取少量就好 不要太多… 真的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天然的食材 真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需要一點點醬油 來上一下色 但是也不要太多 因為這個豬肉的比例算少 對 然後再來一點點鹽巴 一咬咬就好了 但是因為豬肉本身 豬肉跟牛肉一樣 本身就有一點點鹹味 所以我們鹽不用太多 對 然後胡椒很重要 對… 一定要胡椒 胡椒的香氣很重要 真的 它算是畫龍點睛的一個好效果 對 但我不會有點太多 OK的好不好 來囉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抓了 為什麼我覺得儀佩很不放心 你一直在旁邊提點他 不是 因為我有在做菜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想 你是在做菜的人嗎 他很怕 我是做菜人 OK 你看到沒有 我們剛剛蛋白就有點下太多了 真的啊 你看它完全就變得太水了 太水了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時候太水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辦法怎麼樣你知道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再多加一點點蛋白粉 或是放一點麵粉也可以 對 讓它稍微再凝固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就很擔心 我想說你這樣對嗎 這個豬肉比例真的少 你放得好多喔 你蛋白應該用半個 成型了… 對… 然後你們看到沒有 它稍微就成型了 加了一點肉 然後就可以開始 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讓它塑形 捏成球狀 對…捏成球狀 在抓豬肉的時候 你要稍微用力 它吃起來 口感會比較紮實 真的 對… 好… 利不厲害了對不對 還好耶 好… 我跟你講這樣近距離丟 你還感覺不到它的威力 但是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件厲害的事 沒有 我們要在中間 挖一個小洞 我以為你要丟它咧 挖一個小洞 用我們的手指頭來挖一個小洞 對 然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 今天要做一個中西合併的 洗濕濕 擺進去了 塞進去了 你沒吃過了吧 這個沒有 這個完全 這個真的完全沒吃過耶 厲害喔 會彈膝的珍珠丸 然後我們再把它 煮熱把它包起來 這個滿新鮮的耶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呢 再把它甩一甩丟一丟 更扎實了有沒有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 要沾糯米 沾這個糯米 沾糯米了 然後呢 直接把它糯米撒上去就好了 真的耶 有沒有 原來珍珠丸就是這樣子 還滿有模有樣的耶 珍珠丸子是這樣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了 OK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為了要增加口感 而且呢 過年都大魚大肉 吃太多對不對 我們今天切好南瓜片 然後我們南瓜片呢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塑形杯 我們把它切一下 鋪底 厲害了 用南瓜片鋪底耶 看到沒有 這我倒是第一次看過 就這樣子 直接送入蒸籠 好 OK 而且我覺得用那個南瓜底挺有意思 因為平常吃珍珠丸子 它會出水 對 然後出水之後 它下面就會變爛爛的 沒錯 所以它可以用它那個肉的味道 去吸附在那個南瓜上面 你看 好 滿期待 然後呢 記住 內盤不要加太多水 一點點就好了 OK 外盤多一點水 就可以上菜了 珍珠丸子 厲害了 大家覺得厲害了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這個才真的是煮菜嘛對不對 對… 好香喔 過年 這看起來好香喔 南瓜 而且這個自己做 可以做超大一顆的耶 真的耶 但是我跟你講 真的還是不能太大顆 不能 真的不能太大顆 因為太大顆 它這個還是有口感的問題 對 我來吃吃看 我剛剛做得好不好 這很香耶 郭哥覺得怎麼樣 很Q 很香 很香 真的耶 味道很高耶 而且真的要選圓糯米 對 所以圓糯米才會有嚼勁 因為長糯米太長了 有時候吃起來 你知道 稍微有點沾牙齒 對… 跟南瓜好配喔 對 胡椒的香味好棒喔 而且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起司也有香味 還不錯 而且因為我不喜歡吃 過於濕濕的那種珍珠丸 我覺得這剛好 剛剛好 好吃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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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丸大成功 那接下來吃完了鹹了 又要吃甜點 再來一點甜點 對 然後智希要幫我們 就像它的外表一樣 做一個甜甜對不對 對 跟智希上菜 雞年高高飛 Yeah 接下來羅娜要吃甜點啦 智希要幫大家做的是 雞年高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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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年高高飛主要就是 年高紅豆跟抹茶 對 然後它的成分是 雞蛋一顆 植物油 黑糖 牛奶 糯米粉 白芝麻 抹茶粉跟紅豆泥 紅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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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好 首先我們就來調它的底座 這個是那個糯米粉 就是那個高的底座 高的底座 高的底座 要破篩嗎 不用破篩 我已經篩好了 那到底要不要破篩 要 我怎麼聽到外面有一個人講要 你現在告什麼 你現在告什麼 植物油 智希怎麼好像是傀儡 對啊 有人在後面操控 請問要破篩嗎 要 要 我已經要破篩 他說不用 然後他說我已經摘好了 對 那剛剛倒下去那是什麼 植物油 你不要烤我 然後這是牛奶 牛奶 牛奶 牛奶要破篩嗎 不用 黑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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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糖粉好棒喔 很香 然後重點是雞蛋一顆 打蛋 你確定要全部喔 整顆嗎 整顆蛋啊 有可能會太濃喔 會不會 對 或一些蛋白可能會太多 不會 可以的 這個麵粉很多 就是全部丟在一起再攪拌是不是 對 攪拌一下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 糯米糊 應該是要攪拌一陣子喔 攪拌一陣子 我建議你喔 你要攪久一點耶 你要打那個攪拌棒有沒有 你可以拿鞋的那樣子 你說這樣子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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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攝影機它要更好 這樣子 完了 已經沒做菜 完了 他的手是你的 不要只有壓力很大 我想幫他耶 這個階段我幫你好了 先幫你 先慢慢弄 我好想幫他喔 我也好想幫他 一陣子偷看過去 我可以 你看旁邊這裡 要先這樣給他 對 到中間來 好 旁邊這樣 好 旁邊這樣 旁邊 然後這樣子 旁邊 好 換我了 換我了 剛剛自己還反手拿 對 要想要怎麼弄的 好期待喔 不過女生做甜點 真的是很可愛耶 有嗎 你現在看她一定要很可愛 最好是把肩帶再拉出來更可愛 肩帶來收進去啦 好了 我小拌好了 好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了 我看確可以下 不錯喔 不錯吧 有喔有喔 滿均勻的吧 對 滿均勻的 OK 然後這邊就是糯米糊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倒一半出來 倒在這個小碗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做抹茶壺 抹茶壺 好 這邊一半 有茶壺的一種嗎 對啊 你擦茶壺就好 為什麼要抹茶 不是 這個是底座 然後抹茶壺在上面 對 然後這是抹茶 我們把它倒進去 再攪拌 要攪拌就對了 對 要再攪拌 這個小的比較好控制了 你確定 其實小的比較不好控制 其實小的比較不好控制 芷芹 我跟你講 你不要握死它 對… 放輕 但是你又不能那麼鬆 這樣子 好厲害喔 那刷碗有了喔 有… 有… 真的好想去 放它 你忍著… 我可以 可是它肩帶有點小 好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不是啊 因為我們沒有在看它拌 我們都在看肩帶 你好煩 弄皮 它怎麼有點乾呢 要出手了 我跟你講 伊佩要出手了 我跟你講你再拌下去會更乾喔 我幫你啦 我幫你啦 真的 我看 那個腳後方快斷 我跟你講 因為你喇太慢了 它旁邊有水嗎 還是 它是有點乾 那還是再加一點 加一點糊啊 對…加一點糊 厲害了 我們直接拿它去加 不行 那這樣我就沒有底座了 不會 你留一點點當底座就好了 好 對 OK的 大愷你要加的是蛋清吧 現在加蛋清了 不是說容易讓場面變冷清的 冷清嗎 冷清喔 冷清 有沒有 還是起來了 有了… 這交給你 好… 畫面要剪接喔 還直時剪接 就大愷去幫你OK啦 自己也是火象星座 對 我也很沒有耐心 沒有耐心 它什麼 射手 射手 更沒耐心 而且會隨便 對 隨便弄一弄就好了 好了 這就是抹茶壺 好隨便 沒忘初心 然後我們要有這個 這個是布丁杯 對 然後我們要再倒進去的同時 這邊要抹油 不然它會黏住 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抹好油了 就大概這樣抹一下 超級隨便 不是 因為烤的時候那個 有時候杯子會黏住 所以我們要抹油 你除氣很趕的 好 抹好油了 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抹茶壺 倒到一點點 一點點 不是 這是 妳想不相信它會倒出來 這不是抹茶壺 這是筆記物 糯米雞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太多了 沒有很多是才醬而已 好 大概這樣子 膨脹的 它會膨脹變底座 然後我們要加這個 紅豆泥 中間的餡 紅豆泥 紅豆泥 就這樣子把它丟下去 你確定你剛剛那樣丟得下去 對 我還要 我還要 我們要把它均勻的鋪散在它的裡面 好棒喔 很棒吧 很滿豐耶 對啊 好胖喔 我跟你們很豐盛 不會啦 紅豆還好吧 紅豆泥很甜耶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送入烤箱 這樣就送入烤箱 就是底座而已 送入烤箱 然後烤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 出來之後就會變這樣 怎麼可能 真的啦 剛剛那樣子會變得這麼漂亮 你不要騙我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就會變這樣子 OK 好… 好期待你上菜喔 這個就是它的底座 對 然後就把 我們剛剛的抹茶 倒得出來嗎 好 我用湯匙挖好了 外面有好多話外音喔 這樣子把它鋪上去 它真的是傀儡 真的耶 這樣子鋪好 沒關係 過年做什麼都對的 真的 看每年就是要做 對啊 大家只要畫面看到它 就好 每天你做菜就好了 雖然我不是很會做 可是有那個新 有那個 好 對 過年就是 新的一年就是要做一些 積極的嘗試 對 不要消極 跟消極說Bye Bye 跟消極Bye 對不對 第一年嘛 跟消極 然後鋪完抹茶粉 抹茶壺之後 你就可以撒那個白芝麻 對 白芝麻 最厲害的 然後要有點手勢這樣 今天做的最好就是這個耶 對啊 這貼你散花 對 就是撒好的 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烤一下 再烤一下 再把它送進去 過程還滿複雜的喔 然後拿出來會怎樣呢 拿出來就會變這樣子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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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有畫面剪接啦 我不相信 真的 我要去消極會告你 沒做的 上菜…來… 上菜 你上菜 你調一下肩帶快點… 好來 換我了 好棒喔 這個…太… 太完美了 太厲害了吧 太完美了 它這個還有一個雙層的感覺 好漂亮喔 對啊 顏色分明亮 來 我幫大家切一下好不好 好 好 一人一半 下面是黑糖上面 可以嘛 可以 是QQ的感覺吧 好棒 對 因為它是年糕啊 對…年年糕生 對不對 雞年糕高生 沒有 厲害了 拜託 我怎麼有點不想要美狂 來 一配… 好 謝謝 你吃人 謝謝郭哥 然後我們最愛的郭哥 好 謝謝 來 我幫大家分 好不好 好 你要嗎 奇怪我怎麼 在吃的童子 都會感覺他做的過程 很用心對不對 來… 不錯… 你要嗎 甜而不膩喔 你要吃一下啦 因為那個不是你做的 我做的啦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很好 好棒耶 好吃耶 是年糕耶 而且它的這個年糕 這樣子做嘛 吃起來不黏的 對 有沒有 而且其實不會很甜耶 對 比我想像中的不錯 因為我不喜歡吃甜食啊 然後我覺得這個剛剛好 這個人做得很厲害喔 對 這個人滿厲害的 這個過程有點瑕疵 這個人真的滿會做的 這個人真的滿會做的 這個人果然是很厲害 很厲害 好 好 智希就是智希 最後呢 當然壓軸 就是 郭哥他們家吃了 我們不是酸菜蒜白肉 我們這邊是酸菜蒜羊肉 多高檔 高檔的當壓軸 來 郭哥上菜囉 可以 是不是 壓軸是酸菜白肉鍋 好 這個一般 一般的家庭都是吃酸菜白肉鍋 對 我們酸菜蒜羊肉 可是問題是我們酸菜白肉鍋 這種酸菜感覺好像就只能在外面吃 郭哥要不要教大家 因為我們家 會很會吃酸菜白肉鍋 那酸菜到底怎麼來的 那很簡單 這個酸白菜做法就是 你去市場買一個漂亮的大白菜 對 或者是 山東大白菜 都可以 那個梗 梗比較粗的 對 然後你買漂亮的 你是說下面那個白色的地方 比較粗的那種 一顆 整顆都很漂亮 然後買回來呢 你就把它剖一半 對 剖一半 那你旁邊弄一鍋滾燙的熱水 就一直滾喔 沸騰的 沸騰的水 然後切一半呢 稍微用一個大勺子 把它弄下去 對 大概過水大概煮個十秒鐘 這麼短 對 十秒鐘 燙一下 然後就把它撈起來 就放到旁邊 放到旁邊 不要做任何動作 就把它擺到冷 擺到涼 然後你用一個on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涼的那個白菜呢 就一片一片這樣蓋上去 跟做泡菜的概念一樣 但是它裡面不用加東西 不用喔 你就壓 壓 壓到上面的時候 你在用 石頭 把它壓住 重物啦 重物把它壓住 然後加過濾水 加水而已 加水 淹過那個酸菜的頂端 白菜頂端 一定要白菜頂端 對 滿水味就對了 滿水味 不能漏空 漏空第二天那個也是會爛掉 也是很奇妙 然後就把它壓著 水淹過對不對 然後天氣最好就在14度 然後持續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拿出來 三個禮拜你都不用動它 不要動它 真的不用動它 但我爸爸做泡菜好像喔 對啊 泡菜也是差不多 酸味怎麼出來的 好 酸味它自然而然就出來了 真的假的 它淹三個禮拜 不是臭酸 不是臭酸 酸味怎麼出來 好 酸味它自然而然就出來了 真的假的 它淹三個禮拜 不是臭酸 不是臭酸 自然酸 那個真的是自然 那個是發酵的 發酵的酸 對 我們家的做法是比較講究一點 就是說 一般在市面上吃的酸菜白肉鍋 就是它淹出來的那個酸菜 就直接切片 切絲 然後讓你們就放在裡面 對 其實那就很酸 那我們家的是說 先呢 先蔥跟那個蝦仁先爆香 對 然後把這個酸菜 這個成品 下去炒過 加豬油 炒過呢 它就有油脂香了 對 它就有油脂了 那油脂放下去 你看看那個湯麵就會有一點點油脂 有一點油脂 然後我們家再放這個冬粉 還有這個羊肉去蒜 那大家很奇怪喔 你們大家等一下會吃 你們有吃過羊肉火鍋對不對 有 羊肉還不見得那麼燒 可是它放到酸菜裡面 就特別燒 它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我最喜歡燒的 這很妙喔 我還以為酸菜會把那個 山味給蓋住 不會 它反而會把它引出來 真的喔 有沒有聞到味道 有啊 還滿燒的啊 酸的味道 來 聞一下 聞一下 有耶 而且它好燒喔 好燒菜 可以 來 成功了 開動… 這個圍爐啊 吃這一道菜是最爽快的 耶 來夾一點冬粉 冬粉 冬粉 爸爸… 我們可以 要夾酸菜 夾酸菜 這羊肉真的都好大氣喔 你要嗎 哇 成塊的 謝謝老闆 好 你拿盤子啊 而且你們在夾的時候 那個酸味就撲鼻兒來 真的 很奇妙喔 那個羊肉的燒味也都被引出來了 對啊 好 老闆無論如何多一點 謝謝 好 我在夾 我再夾了 你要夾酸菜 我要一點湯 要湯啦 湯自然酸 媽媽…還有我媽媽 來… 請問你們每個都那麼高大 還要吃嗎 對啊 謝謝瓜哥 真的像郭哥講的一樣耶 那個羊燒味 那個羊燒味 真燒 很妙 這個酸菜加羊肉真的是很妙 其實加白肉不見得有那個味道出來 夠酸 這樣就酸了 剛剛你們吃其他成品不酸對不對 對 這樣加起來反而酸了 每個讚 他會把那個酸味引出來 對 他把那個酸味引出來 你要湯嗎 禮物 要… 一定要喝那個湯 媽媽我要 羊肉好好吃喔 對 羊肉也變好吃 酸菜也變好吃 湯頭也變自然酸 好嫩好燒 而且它裡面真的有用蝦米去炒過的感覺 這個羊肉不需要沾醬 不要… 完全不用沾醬 要用什麼醬子我覺得是不… 都不用… 這個就是大戶人家在吃 真的是大戶人家喔 酸菜脆脆的 是不大感覺到它的酸味 可是喝它的湯就非常妙 好滿足喔 所以我們今天過年呢 就是娛樂的節目 跟大家一起圍爐 今年是雞年 要不要來 太重要了 要講跟雞有關嗎 要跟雞有關 那我要先 好來 我先 好啊 祝大家 搶盡先機 金雞開車好運到 金雞獨立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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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換我了嘛 這是雞年 雞年呢 希望每個人都能夠 然後呢 我們要跟蕭吉 就剛剛講過了 重點是 希望每一個人 大家都能夠 雞殺成塔 雞掃成多 重點是 雞掃畫壇耶 好難喔 好難喔 2017年雞年祝大家 神雞妙算 雞不可施 最後千萬不要GG了 不要GG就對了 OK 剛剛這個 後面有一點GG 好… 來… GG了 郭哥… 這個雞年呢 祝大家是 雞年行大運 尤其我們演藝人員 千萬不要NG喔 厲害 不要NG 那最後呢 我要來祝大家 雞年的時候 希望大家大小機會 通通一把抓 夜姬長紅拼翻天 沒錯 太重要了 夜姬… 夜姬啊 希望大家在2017年的金雞年 都可以順順地 是 對 2017年 對 怎麼了 2017年怎麼了 怎麼了 突然趕太一年就這樣過了 那好快喔 長大了 長大以後這個時間過得越來越快 對不對 整過30之後 直接飛了 眼睛都不敢抓 因為一抓這幾年就不夠了 沒錯 不過相信現在在看絕路的人 現在應該還在玩十八糟喔 在雕刻 對 應該是應該是 就是希望大家呢 能夠一年順順利利的 旺下去喔 好 恭喜… 謝謝快樂 好不好 明年見 拜拜 謝謝快樂 謝謝快樂